皮膚小水色 好厉害喔 那其实最正确最正确 使用这个遮瑕的方法呢 到底有没有一个流程 首先呢 如果是调色的遮瑕膏 我们就要在落粉底之前落在 然后上粉底的时候 你如果是在调色遮瑕膏上面落粉底 就不要推它 不要弹 因为会弄回下面的位置 就慢慢地用粉泡 将粉底印上去 然后做完之后 你再加上你的肤色遮瑕膏 做完之后再轻力一点 还有可以用一个扫 有不同的尺寸的扫 放在抹位之后 我们就会用手在上面 再按一下 让它更轻一点 明白吗 和粉底会贴合一点 这样就可以做到 嗯 遮瑕膏很简单 明白 当然你也要选一些 是比较好一点的遮瑕膏 因为遮瑕膏其实 某程度在现在的高清化妆 比如高清的电视台 对 日式的化妆里面 遮瑕膏占的比例 和粉底是五十五十的 其实是不是有一些 小小的技巧可以教我们 为什么我们会越弄越差呢 因为通常 遮瑕膏呢 应该别人看不到的 嗯 对呀 但是有些人会看到它 查完之后 会看到明显的遮瑕膏 不如一点一点 它的颜色会有很大的问题 可能它的颜色就是 拿得白个面色 或者是黑个面色 整体来说 我们在面上 比如现在颜头 面颜 鼻 下巴这些地方 我们的遮瑕膏 真的跟我们面上的色彩一样 但是我们在眼部的地方 这些地方 就可以白一点 或者眼袋的地方 就可以橙色一点 明白吗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的颜色 就会是 未必是跟面色一样了 然后呢 就做好遮瑕之后 一般来说 我会建议大家 在整体的地方 我们都用小小的碎粉 就是查过遮瑕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推了 就印下去 哦 但是没有查过的地方 就可以推开它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像现在已经上了 这个定妆的碎粉之后 那有很多朋友 我出去之后 一天下来 这个常常遮痘的地方 已经不见了 我要再补上去的话 应该这个补的技巧 是跟我们平常上遮瑕膏一样吗 其实呢 都差不多 不过呢 我们拿个遮瑕膏 要拿薄一点点 就用一个很轻力的 明白吗 所以我色彩 刮上去 而且是有点像打圈圈这样 是啦 很轻力的 放上去 还有呢 很重要的是 我们塗遮瑕膏 遮瑕膏都是一个粉底的其中一种 我们塗完都要补回碎粉 如果没有碎粉的时候 它都会走位的 叫煮 这样的话 我们一般人 一个普通的这种上班族 他应该要准备 几种不同颜色的遮瑕膏 放在身上 如果你没有特别的瑕疵 如果不是特别严重 你不需要买绿色 黄色的 应该是两个颜色 两个 一个呢 肤色 就是和你肤色一样的 嗯 这个比你肤色深一点 哦 你可以放一个盒子 明白吗 就两个遮瑕膏 放在一起 那么我们修饰它上 因为其实 讲真一句 脸色的瑕疵都不是单的颜色 它都有不同的深浅 其中遮瑕膏 你要做到很完美的效果 你都要按一个地方去较深浅 我刚刚看到教主桌上 有一盒这个好厉害的 这个也是遮瑕膏吗 嗯 这个是阴影膏 阴影的这个 是的 但是就不算是遮瑕膏了 是不同的 因为阴影膏就和遮瑕膏 因为遮瑕膏呢 它是比较防水一点 而且比较均硬一点 因为遮瑕膏一定要放在一些坏死皮肤上面 嗯 可能那个地方已经偏干偏油 損了 那么它一定要在死皮上面 可以停留得久一点 嗯 所以会比一般的粉底 阴影膏呢 会比较稠一点 所以我更加要开了它 更加要用刷 放好位置 用手再拖一拖 只用刷就会厚了 嗯 只用手呢 你就控制不到它的深浅了 嗯 好厉害哦 我听完之后 我觉得我今天要重复看这一集节目 听十次 然后把它好好记起来 谢谢Junai 谢谢 哇 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只要记住我们今天教主教你的这些细节呢 我相信你也能够拥有一个完美无瑕的面容 今天经过教主 跟我们大家分享他这个独家的秘迹之后 我终于发现了原来啊 遮瑕品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要怎么样使用了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用调色的这个遮瑕品呢 可是要在粉底之前使用的哦 当你用遮瑕膏的时候呢 有时候你会发觉呢 这些遮瑕膏很快就干了 那其实不要紧的 它干了之后呢 你可以用一点的面容 搅拌回去就可以了 还有可以教大家一个 嗯 挺好的方法就是呢 我用一些小的化妆盒子 然后将呢 几个不同顏色的遮瑕膏 还有可以将它调到不同的湿度 可以有些湿一点 有些是稠一点 然后又塗不同的部位 因为塗眼就要比较湿一点好一点 塗面就要干一点好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